你找我什么事 你听说大地震的事了吧 我学过地震自救 这是急救包 想着送你一个 没关系的 我不用 你留着吧 我还要回去写题呢 做题也先拿着这个 有备无患嘛 不能不顾安全 它不是不顾安全 是不想从你那儿获得安全 拿着 这是什么呀 把这个盗放在宿舍 地震来了 瓶子会倒 比较容易判断 你这种儿童手工艺品 还好意思拿得出来 小芒果 你要把安全交给他吗 要不 我两个都拿着 你说什么 没事 没事 这你拿走吧 他这儿有我 你也要把他拿走 好吧 那我先拿走了 小芒果 如果你发现 他的东西不好用 记得来找我拿 那 我先去做题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干吗 没见过人生病啊 我没见过你生病 喝点水吧 感觉一股脏六腹都要被咳出来了 你赶紧好起来吧 大家都挺担心你的 不过 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没了 什么意思啊 谁骗你了 你啊 那天晚上你说你爸会去接你 我可问医生了 医生说你这几天生病 都是保姆在照顾你 你爸妈根本就不在家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是觉得 英辉要是回去晚了 他爸妈肯定会着急 不过我没关系 反正我爸妈都不在家 我 我就随便找了个借口 让凌晨先送盈辉走了 就只是觉得沈盈辉回去晚会被骂 没有别的 其实我是觉得 凌晨好像有话想单独跟盈辉说 自己冒雨回家当好人 然后把自己送到医院来了 你干吗这么凶 我还生成病呢 你这样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体 对啊 简直就是胡闹 你要干吗 我想问你 演唱会那天 你是不是没想过从秦城回家 是他自己说的 他家长来接 我问的是从一开始 你就没打算送他对不对 无聊 你为什么不回答 无聊我怎么想 这话都是秦珍他自己说的 我的时间很宝贵 不会回答没有意义的问题 也不想理没有意义的人 庄杰 你刚刚跟凌晨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们来了 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 大清早的 发什么脾气啊 对了 你昨天不是去医院看阿珍了吗 他怎么样了 病得不轻 那医生怎么说啊 他是脑袋有病 医生治不好 沈一辉 演唱会那天晚上 凌晨跟你说什么了呀 没什么 那阿珍就是真的有病 到底什么意思啊 秦珍说那天晚上 他觉得凌晨想跟你单独说点什么 又怕你一个人回去太晚家里担心 他就当好人 告诉你们他爸妈都在家 会来接他 实际上他爸妈都在外地 他是一个人冒着雨回去的 你说他是不是想当好人想疯了 你说他是不是想当好人想疯了 更可气的是还有那个凌晨 我刚刚问他 是不是没想送秦珍回家 他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不想回答 他拽什么拽啊他 他就是这样的 不交没意义的朋友 帮别人的前提 也只是这个人有用而已 我想回去背背单词 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